大盘休息 今天和贵买指数涨势在起了 说到了上贵的股票跟大盘比起来 一般我们的定义就是在挂牌的门槛 比上市个股稍微低一点点 但是通常是新兴产业是中小型股 所以其实成长力道相当的强 往往过去的上贵兼兵 就有机会成为接下来上市的黑马了 最近市场上陆续发行一些些 有针对上贵个股发行的ETF 而且结合了ESG 适合存股足吗 秦永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我们先跟大家比较一下 上贵股以及上市股 在股性上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差异 其实有两个主要的差异 第一个就是股本的大小的规模 比如说像上市平均的股本 大概是77亿 但是如果挂在OTC上贵的话 它平均的股本只有9.1亿 所以两个相差了蛮多的 那股本的差异性 它会反映在股价的波动上 就是一般来讲 这个贵买指数就OTC 比如说它近一年 每一天单日的股价的涨跌幅 会差到1.03% 但是台湾加钱指数这个上市的 它的这个平均的正幅 其实只有0.93% 那如果两年的话 其实OTC是1.02% 那上市是0.85% 所以换一之 其实贵买的市场 它的股价的波动会比较大 OK 对这个其实对于 其实如果你喜欢去追求一个比较大 波动去创造利润的投资来讲 其实上贵 它这种股性的活泼 其实它可以创造出 比较好的一些投资的利润 好波动大 接下来报酬率 是不是拥有一些个股的 在接下来绩效也会比较好的 当然其实上贵有很多的隐形冠军在里面 其实投资人如果懂得去选的话 常常能够创造出不错的报酬率 那我以这个上贵ESG30指数 来当作例子 所谓的上贵ESG30指数 就是它从OTC市场中找到 符合ESG标准的30档标的 组成了一个指数 这个其实跟台湾加权指数或者是跟台湾高股息指数 或者是上贵指数 其实那个概念一样 它就是一种指数的概念 那如果以这个上贵ESG30指数来看的话 以这个2018年12月27号到2023年的4月28号 这一段期间 对它的年化的报酬率是高达20.62% 那比这个上贵的指数16.72更高 那甚至比台湾加权指数的15.96还要高 那当然如果这几年国人很喜欢的这个高股息指数 8.36%的年化报酬率整整是多出了两倍以上 当然因为上贵它的波动比较大 所以它的年化标准差也会比较大 那以上贵指数来讲 它的标准差是19.78 那台湾加权指数是17.51 那如果更聚焦在这个ESG30指数 它的年化的标准差更高达23.74 标准差就是波动的意思 对 就是它的平均的报酬率 它的每个时期的报酬率 跟它的平均报酬率的落差有多大 那落差越大代表它的波动度越大 那当然很多投资人喜欢这个殖利率 那如果换算成年化殖利率 其实台湾加权指数的年化殖利率是4.14% 那像台湾高股息是6.18 但是如果你单单只看这个上贵指数 其实是3.67% 但是如果你聚焦在这个上贵ESG30指数的话 它的年化的殖利率会从3.67% 拉高到4.81% 甚至还比台湾加权指数的平均4.14% 还要高上大概0.7个百分点 其实这个刚才我提到说 其实大家投资OTC投资上贵 追求的是那个股价的波动 是要赚价差 但是我们最近有发现 其实这个如果你是聚焦在这个上贵 ESG30指数 它不只有这个价差可以去期待 甚至它殖利率表现也非常好 比如说这个是2019年2020年 2021年跟2022年不同时期 然后针对上贵ESG30指数 针对加权指数 甚至对上贵指数 它的平均的这个殖利率 来做一个比较 在2019年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 是代表上贵ESG30指数 它的殖利率是高达6.1% 这个比这个上贵指数的4.6还高 甚至比加权指数的5.6% 还要高上许多 然后到2021年的时候 其实这个上贵ESG30指数 这个的殖利率也有5.5%的表现 它也优于加权指数的3.4 以及上贵指数的3.6% 那如果以成立以来的话 其实这个绿色的这个柱状 的上贵ESG30指数 它的殖利率有来到4.8% 然后优于大盘的4.1% 然后上贵的3.7% 那除了之后我们看下一张图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刚才所提到这个上贵30ESG的指数 它是怎么筛选的 其实基本上它有这个 几个筛选的一个方式 第一个它考量 就是所谓的流动性的筛选 必须得因为买OTC市场 怕踩到地雷 然后有些卖不掉 然后有那种流动性的风险 所以这个指数 它有考虑近12个月 因为它的成交金额的要占全部的交易市场的20%以内 要有人气 然后甚至至少八个月内的自由流通的周转率 可以达到5% 所以可以让投资人是比较好是进出的 那除此之外 因为它有进入到这个ESG的筛选 所以它就会严选符合ESG的一些优质企业 所以要符合ESG 它就必须得有一些黑名单必须得删除 比如说像高污染的产业 包含了钢铁硕化油气燃气等等 甚至还有一些争议性的产业 比如说像军火博弈 成人娱乐烟酒等等 只要有些公司他们是做这些的 就不符合ESG的精神 就会被排除在黑名单里面 负面表列这些不行 对然后让他们的ESG的分数 至少要达到前60% 然后也许公司也要能够发布 这个永续报告书的一些企业 这个就是符合这个ESG的条件 那另外在财务指标上面 其实近世纪的营业利益 总和也要大于0 然后依照自由流通的市值 前40档的成分股中 然后再去聚焦在30档成分股 然后最后选择出这个 刚才讲的这个上贵ESG的30指数 那另外这个单一个股的上限 是15% 然后单一产业的限制是40% 然后前五大的权重的限制是65% 这其实都是为了要分散风险 最后能够创造出来的一个 富贵稳中求的一些效益性 最近其实刚好5月24号 其实就是明天就有一档 刚才所讲的这个连接这个ESG 这个上贵的这个30指数的 这一档的ETF要上贵了 那这个是00928 这个中性上贵ESG的30指数 它即将要上贵 那刚才有提到 它这个30大的成分股中 其实很多它都要符合流通性的标准 要符合这个ESG 也就是要排除掉黑名单的一些企业 那另外还有一些财务的条件 必须得符合能够获利稳定的一些标的 那另外大家选择进来的一些企业 其实如果以它这个前十大成分股来看 其实不乏都是今年以来 其实很多在OTC市场的一些指标的个股 比如说它持股最大的像元大 它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纸的显示技术的 一家供应商 那另外宝雅 这个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国内 美妆生活用品的专卖的营收的 这个龙头厂商 那另外像环球晶 这个其实是台积电一个非常重要的供应商 它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的矽晶圆的厂 它的产值更是全球第一大 那另外像世界先进 这个虽然它在成熟的制程的领域中 很具有竞争力 但是它是挂在OTC市场 那我们看到它也是全球八寸晶圆代工厂的龙头厂商 那它另外还有像中美晶也是国内最大的3到12寸细晶圆的材料商 那另外像大江 这也是今年以来股价表现相当强眼的一档标的 它也是这个号称是保健食品中的台积电 它主要是帮很多的厂商去做这个所谓的ODM的这个代工的生产 那另外像文茂这个半导体全球最大的生化价的晶圆代工厂 那另外像光阳科啊群联等等 其实它都是在它的这个领域中的龙头 像光阳科是全球最大的像硬碟的靶茶的提供商 那群联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快散记忆体的控制晶片的龙头厂商 秀哥我提出我的疑虑 因为这些都是热门股 你说订供可以去买它的话还是会有风险在 所以买的ETF让我能够安心 但是指数调整一年四次 它算是比较频繁一点 会不会增加它在交易的手续费 第二个我提出的疑虑是 风险报酬等级是比较积极行 比较积极代表说你可能赚比较多 但也可能在波动是比较大一点 所以以存股的心态来操作这种商品 你觉得有哪几张事情要提醒大家 对我首先有跟大家一个概念 其实我们在买ETF 它的好处其实就是透过一篮值的股票 去分散你投资的风险 所以基本上不管我们是买这种大型的一些 像005年这样子的ETF 或者是像这样子的上过ESG30的指数 其实它基本上它已经降低了 你买到地雷股的风险 而且大幅的去平衡你的一些风险 跟报酬之间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不太需要去担心 你会踩到地雷股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只要去锁定你自己 是属于什么样子的投资人 如果你是积极型的 那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像这一档的ETF 它所追踪的指数 我们回到刚才的报酬率的表现上来看的话 其实你就会发现 比其他的还展现出更高的报酬率 加权指数 年化报酬率只有15.96 但是这个上过ESG30指数 它的年化报酬率是比加权指数 还高出这个5个百分左右 所以这个其实它就会提供 比较积极型的投资人 他想要创造财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 因为我们投资ETF 基本上已经分散了风险 在这过程中 我们想要再追求 比大盘更好的报酬率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档 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除了之外 台股的投资人又很喜欢 很喜欢这个现金鼓励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 殖利率 对 殖利率的部分 它的殖利率表现 其实也比大盘还要优 那除此之外 它配息的部分 我们看的下一张图 其实它采取的 其实是半年配一次 所以6月配一次 然后12月配一次 那收益分配 其实它可以去每半年配 配息一次 其实也很适合这个 你想要追求进可供 退可守的投资人 你在追求这个鼓励收益的时候 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另外我要提醒一点 因为它是5月24号 会正式的挂牌上市 那通常在前面几天 都会所谓的蜜月行期 所以投资人 如果你觉得 这一档的这个 松信的上贵ESG的30指数 它长线 你可以符合你的一个 财富增长的目标的话 那接下来你就要注意的 其实你在进场去买的时候 尽量尤其是ETF 都不要买在过度的溢价 就它目前的这个 净值跟市价的部分 不要有太大的一些空间 那通常有蜜月行情的时候 都会有造成过多的溢价 所以如果毕竟投资ETF 是长线去做布局的 所以如果你买在溢价 就代表你的成本 一开始买进的成本就过高 所以投资人 如果一开始蜜月行期很冷 你就可以稍微冷却一下 其实你可以用时间 去换取它的那个溢价 慢慢回到它净值的那个空间 那这样子你长期存起来 才会有比较好的一些效益性 太好了 谢谢庆文老师请回座了 这个观念好重要 所以我们复习一下 贵买相较于大盘 因为它的个股分布在一些新兴的产业 也因此中小型股波动性大一点 但是爆发力也值得期待 所以过去很多的这个上柜兼兵 都有机会成为在接下来上市的黑马了 特別是过去贵买指数跟台湾加全指数 不管是这六个月 一年以及近两年贵买指数的一个波动以及涨幅 都是胜过于大盘的 甚至于如果以这个上柜ESG30指数 上柜个股当中去选30党跟ESG有关的个股 整个回算过来 过去的报酬率以及过去的殖利率 都比没有加ESG 单纯的上柜指数 以及台湾加全指数 甚至于高股息指数 不管在年化报酬率在年化殖利率都是领先的 那对应在台股呢 到底有哪些相关的一些应用商品 明天就有一档叫做00928 就符合我们刚刚讲的上柜ESG30指数 就是追踪它的 好 里头有这些成分股 也都是在今年相当热门相当夯的个股 所以如果不敢追个股的话 透过了ETF一篮子的股票 也能够去拥有它过去以来长期相当优异的绩效了 但是有一点观念最重要的 金老师提醒大家了 因为刚上市明天才上柜 所以在追价的上 小心不要买柜了 通常会有这个所谓的蜜月行情 所以看一下溢价 溢价太高的话 先等一等稍安勿躁 等它溢价开始慢慢缩小之后 买在相对的低点 赢在起跑点 请我给你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我们要带您看到最近台湾的个股 有一些个股仙涨过了一波 有没有一些前车之鉴呢 比如说消费性电子 现在已经慢慢的萧条了 但是不怕 电源供应厂 很多的传统大厂 已经华丽的转身 还有谁目前正在转型找出路 股价谁接下来大有可为 休息一下惯性告诉您 好不言的 根ה 那么没有人费性电子 不然有这些道路 我们来问的 总共鎮灯 但是在向最高的 黑色的轻转 您费方出发 我们开始用 86我们开始